一夜之间啊 网上全是瑞幸咖啡和茅台联名的这个消息 反正咖啡 美酒加咖啡啊 一杯又一杯 这是一个蛮好的事情 但是茅台和瑞幸联名 这个有点不太门当户对 当然反正美酒加咖啡 大家已经想了很多年 现在终于有了 这个喝咖啡的话呢 也很容易形成酒驾 这个所以也不建议你们喝咖啡的时候呢 含这个茅台酒 含茅台酒的咖啡 当然喝了以后不开车也无所谓 那其实茅台酒自己 今年夏天推出了66块钱的这个冰激凌 自家品牌 自家品牌呢 倒无所谓是吧 也没有和哈根达斯 也没有和谁去联名 但是为什么会跟瑞幸联名呢 瑞幸到底有何德何能 能够跟茅台共乡美酒 加咖啡不缺这一杯呢 我下集完 我下集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